其實他一支都沒有 然後後來我們就是一支做報導 然後不許 還有剛好去年那一波什麼 順利希臘酸那個不變的這些事件下來 那當然還有一個就是 那個就是我們一些民間管理不許的那個立委 就是要修改使玩法 就是強調他要成分標示 就是規定說他使用哪些添加物 這些都要標示出來 要納入管理 然後後來才修了一個 就是食管署才 他的食品署才 基於那壓力他修了一個行政命令 就是規定說 今年七月開始要那個 就是規定說 如果你要叫米粉 其實就是 應該他有就是說 百分之百用米做原料就叫米粉 或者叫純米米粉 那如果你用百分之五十做那個米為原料 你有加些其他的 比如說小麥澱粉或者是玉米澱粉這些 那你就五十到九十九這個叫調和米粉 就是說你至少要五十以上才可以叫我們心目中的那個米粉 然後五十以下那一種就叫粉 吃還是什麼這些 可是那現在 這個命令今年七月要推嘛 然後可是大部分米粉業者他有 他想做一個歸逼的方式 他就是因為對他來講用那個玉米澱粉成本很便宜又好做 然後他們有分析說 我做純米的米粉 我一天 我一個禮拜可能大概做七千台金 然後可是我用那個玉米澱粉 那其他的玉米澱粉也不是 我們想像是那種整顆玉米挪下去的那種 它其實是美國那個食品加工 就是把 他們會把玉米做非常精細的利用 就是把蛋白質抽出來 然後把膚品抽掉 當然有一些不同的用途 最後剩下來那個罪名營養就要給 那個澱粉 他再把它透過一些什麼磷酸 他醋酸去加工 讓他這個粉可以擺了兩三年都不會壞 然後那這個成本很便宜啊 然後他就賣到 賣出來這樣子 那其實玉米澱粉的用途很多啊 其實不只是我們講米粉 有時候生殖塑膠 這個也是用在玉米澱粉做的 然後用途是非常的廣 那用玉米澱粉做那種米粉 他一天就可以做一萬台金了 所以 然後因為他成本又很便宜嘛 然後所以 對很多米粉廠來講 他就不想要改這個資產 所以他就想一個新的方法 要炊粉 像新竹米粉那種細細的 然後用風吹的 他就用 他現在就改名 我不叫新竹米粉 那我就叫新竹炊粉 炊其實是閩南語 就是米粉的稱呼啦 炊貴的炊嘛 一個火一個芡 那其實那是閩南語 對於米粉的稱呼 那因為你法規講說 你不能叫米粉 那我叫炊粉 那其實那個炊粉 大家認知 還就是米粉的意思啊 但是他就是賺那個字的漏洞 然後那像那種普里米粉 大家知道普里米粉是比較粗的嘛 那因為他那個習慣稱呼叫水粉嘛 所以他那種普里米粉 他就說好啊 那我叫普里米粉 我叫普里水粉 他就用 開始用這個去規避一些法定的限制 那所以就 這個東西就一直 怎麼講 就是一直要玩下去 打下去這樣子 追的沒完沒了 那那是 怎麼講 就是說我們其實是希望 像我們當初做這個議題 不只是講到食品安全這一塊 就是說 那個 修飾澱粉 或是那種玉米澱粉 尤其加了很多那種添加物啊 就是我們不知道的添加物 像其實順益鞋的專類 就是一種添加物 就是要讓那個 麵粉刺起來 你說要有Q很彈 Q彈的口感 那種 基本上都要加這種什麼 蒸醋劑啊 添加物這種 才有辦法達到這樣的效果 那 剛開始我們是從這個食品安全的角度去追 然後後來慢慢追 我們就覺得 我發現我們的食品加工 是跟我們的農產品生產 是斷裂的 就是說很多的產品 都是從我們那個 台灣的農產品 做原料 來生產出來的 然後就又進入到 畢業的影響 那其實你會發現說 做那個新聞的議題 其實有時候 如果有時間這樣子一路追下去 你會發現還蠻有趣的 你會發現很多不同的 那一個 發現這樣子 對 然後所以 我不知道像 這個字講比較食品跟農業 那像我以前 剛開始跑社會新聞啊 常常 我們跑警察 有時候看每天那個行案報案 就會發現說 哪裡又發生機車強奪 有時候 然後 你會發現說 一個人有時候 不會只跑 比如說大安分局 我有時候可能跑 文三一文三二 就是那個木柵跟警方 那如果你只跑一個的時候 有時候 你看著行案 你會發現 欸奇怪那個 那個 報案單 你會發現 你在木柵看到 哪一個區域 有新龍路四段 有那個機車橋 而且好像 比如說兩天就 就是兩天都發生以前 這樣 然後你再跑去景美分局看 因為你發現 新龍路可能二段幾段 又有機車橋 那其實有時候 如果在一番那種 給電視台的操作新聞方式 他可能要的就是說 今天有沒有一個那個 攝影機拍到 就是 婦人走在 就是被搶的那個過程 照片 圖片 然後他 他關注的是一個單一的不可 那可是 如果像我們報紙 你只寫一個單一的個案 因為其實機車搶奪的案子 太常發生了 然後有時候 對他們來講 那個新聞的價值判斷 會覺得 那你只有一件 他可能覺得很不嚴重 可是如果今天 你稍微發現 加工 你看了 木柵粉裡面 那種報案單 結果發現 這個好像機車搶奪是有 地獄性的 就是說 他好像是沿著那個 新龍路這樣 一路搶 搶搶搶搶 如果有機會跑 跑新店分群的話 也說不定 你搞不好在新店下去 你會看到 你好像同時間 也有什麼機車搶奪 那你這時候 其實那個新聞 感覺出來 你會發現 最近好像是有這種 機車搶奪的作案集團 可能在文山區 出沒這樣子 然後就是 那你就開始寫說 從哪裡 有從新龍路 什麼時間 新龍路二段 哪裡發生的一件 然後 什麼時間 事段 有發生的一件 那因為有時候 這個有時候 就需要說 你多 多跑去歸納這裡 你就會發現 這個其實是一個 犯罪的現象 然後其實 你就可以把他寫的新聞 然後 就提醒說 可能 這個 新龍路這一代 那個居民 或有些婦女 可能要特別注意 就是說 你走在巷島的時候 你記得你的包包 不要飛在外面 因為 最近這邊 有這個 機車犯罪的警察 那甚至 再延伸出來 就是 你會發現說 其實我們的那個 都市的設計 行道 街道的規劃 其實是對我們的 那個 婦女是非常不友善 為什麼不友善 因為他們就有分析說 你今天如果是走在 就是馬路有人行道啊 其實你比較不會發生 機車搶路 可是 你就 機車搶路大部分都發生在巷島 那為什麼會在巷島 因為巷島兩旁都停滿了車子 那變成說 我走路 那就是大家 就被迫要走到 馬路旁中間 那假如這時候 這個 你的你的包包是 背外的 不是車背 就單邊背到外面 那時候就 很容易被 被人家做這個 下手的對象 那其實 這個東西 其實有時候就是還蠻生活性的 因為機車搶路 有時候 這些資訊不見得 或者是從 你要跑警察局才知道 那可能 你跑 假設你是跑社區新聞 然後 那個 你跟里長關係都很熟啊 那其實里長 會非常關心這種 治安的狀況 那有時候你問一些里長去聊一聊 你這個 其實 都可以為他做一個現象 那這些現象 可能其實就是發生在我們日常生活周圍 只是往平常也許不會處理 那我覺得說 其實很多新聞的發想 都是從 我們 身邊 然後 而且是我們可能 平常 不太會去 那個 怎麼講 不會關注到的 可是有時候你 欸 如果去 去追蹤 你就發現其實這個背後的學問 其實是 蠻大的 那 所以 有時候可能 雖然我們今天講的那個課 就是 就是叫大家怎麼會 叫 叫 採訪規劃可以做訓練 那可是其實我覺得那個 題目的發想 怎麼去發想 題目其實是 更 更前面更重要 就是那 我建議就是說 欸其實 你可以從自己 大家各自的生活經驗 生活經驗去發想 去發想題目出來這樣 那假如 那假設你本身有什麼專長 假設你是一個 舒服好的 或者是 災委環境這一方面的專長 或者是 欸 比如說假設財金 我不知道這個財經 假 都會有財經的專長的時候 那也許 最近 不知道 哎 比如說銀行到處 都在收那個人民幣的那個 就是存款 定存 那這個 這種現象 能不能把它 延伸出來一個 就是 這題目 那就是說 大家都在搶那 就是這個人民幣有什麼風險之類的 那其實 這個東西 一般的報紙媒體 也會 這也是他們關注的 那 只是說現在因為報紙媒體 商業媒體 商業化 他可能很多的資訊都是 在跟你介紹什麼銀行 最近在有什麼人民幣或外幣的存款 這個 那利率的波高 他可能都是這種 這種 有點 我分不太清楚他是那種行銷廣告的訊息 還是真的 分析 但是如果我覺得 如果 你有這個 財經方面的這種專長 其實你可以 秀這個區分析說 到底這個外幣的存款 到底有沒有什麼樣的風險 或者是 或者是 譬如說那個 你專家給你推銷的時候 他用什麼話術 這樣子 那我記得 前幾年那個聯動在 風險的時候 那其實 那個 很多的人 長輩 就是把定存結合去買 銀動在 那就後來發生 聯動在 反而聯邁兄弟 這些問題的時候 那其實 非常多的銀行 都是被 被告 這樣子 那 那這類 就衍生出一些所謂消費 幾分的糾紛 那這個其實 覺得 就是你也是可以拿來 讓 就是 你關注的議題 然後去 去發想 然後去追蹤這樣子 那 那我這個是用農業 作為一個開場 這樣子 那 那我想說很多人大概對那時候大火農地 會關心農業大概很多人都會跟那個大火農地的事件 有關 那還有就是 其實最近 有很多這種農村農事的體驗 或者是說 我們都會周邊有很多的這種 難得的這種農業的地帶 像 塗成的彈藥鋪啊 或者是 或者宜蘭啊 或者是 就是 比如說水梯梯 其實有很多的農事體驗 那其實這些都是可以大家去 去 關心 或去發想 就是想到跟那個 農業有關的報導的時候 其實 它並不是非常窄 那就是我剛剛說的 實際安全 其實跟農業有關 然後 生態環境跟農業有關 這樣子 然後 那大家可能會想到說 是不是 你想要